哈喽,大家好,我是曹哥 鸡翅再也不要红烧着吃啦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不一样的新做法 按照我这个方法做出来的鸡翅 绝对比饭店里面做的还要好吃 就算是肯德基做的都没有我这个香 其实我们这个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只要你按照我这个方法来的话 三分钟就能轻松的掌握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的制作方法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斤半的鸡翅 这种鸡翅比较鲜嫩,品质非常的好 挑选这种鸡翅做出来就比较好吃一点 鸡翅准备一斤半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再加入少量的普通的面粉 因为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能把鸡翅里面的细菌给它撒一下均 面粉能把鸡翅里面的脏东西给它吸附出来 所以我们下手多给它抓拌一会儿 然后我们再倒入清水 我们用清水把鸡翅给它清洗一下 这样清洗出来的鸡翅就非常的好吃了 主要是这样清洗出来就非常的干净 所以我们下手多给它抓拌一会儿 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以后 困水捞出来 放到另外一个大碗里面 然后我们再倒入清水 所以我们下手多给它清洗个两到三遍左右 把鸡翅完全给它清洗干净就差不多了 困水捞出来直接放到案板上 接下来我们把鸡翅给它打上花刀 这样就比较入味 所以这一步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哦 好多人做出来的鸡翅不入味 这一步也是守约了 所以我们把鸡翅两面都打上花刀就可以了 鸡翅打上花刀以后把它装入大点的网里面 然后准备一块生姜切成薄片 再改刀把它切成姜丝 姜丝切好以后 刀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些葱叶给它切成小段 切好以后 刀入碗中备用 再加入一点啤酒 用擀面杖给它压一压 把它倒出葱姜汁水 所以我们用擀面杖不停地给它搅拌 搅拌均匀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直接把它倒进鸡翅里面 我们用葱姜水把鸡翅给它腌制一下 这样可以去一下里面的腥味 所以我们下手多给它抓拌一会儿 抓拌均匀 这样腌制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吃起来的口感就非常的不错了 接下来准备一些大蒜给它切成蒜片 然后直接给它剁成蒜末就可以了 蒜末切好以后 倒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生姜切成宝片 再改刀把它切成姜丝 切好以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准备一把小葱直接把它切成葱花 切好以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再来调个料汁一小勺剩葱 加入一点食用盐 一勺白糖 再来点胡椒粉 加入一勺鸡精 再加入一勺芝麻香油 倒满一小碗清水 然后一勺子将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 提前调个料汁是为了炒菜节省时间 搅拌均匀以后先放一边 这个时候我们的鸡翅差不多也腌制好了 这样腌制出来的鸡翅就非常的入微了 而且也非常的鲜嫩 把它挑出来直接放到大网里面 接下来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烟以后我们把鸡翅放到锅里 开小果慢慢的给它煎制一下 把煎好的鸡翅一个一个全部给它放进来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您发菜的小手给我点赞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要把鸡翅煎至两面金黄 第一面煎好以后我们再给它翻个面 把两面都煎至金黄金黄的 这样吃起来比肯定鸡吃起来还要好吃 大概接个两到三分钟左右 我们再给它翻个面 把鸡翅煎成像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哦 然后再晃动一下锅就差不多了 哇真的是太香了 然后快速的给它翻炒一下 再把调好的料汁淋入进来 再把半罐啤酒也加进来 快速的给它煮一下 盖上盖子焖个半个小时 半小时时间到了 我们打个锅开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的鸡翅差不多也熟了 为了更好吃我们再给它翻炒一下 翻炒均匀以后就可以了 这样炒出来就特别的香了 再把姜色帽全部放到锅里给它翻炒一下 把它们炒出蒜香味 哇真的是太香了 很着特别的有味道 快速的给它翻炒一下 翻炒均匀 再撒上比例的葱花点住一下 快速的给它翻炒一下 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 这样炒出来的鸡翅太北的鲜嫩 然后一个一个的摆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像我们家小孩子特别爱吃 三天两头就会要我去做 所以像我这样做出来 吃起来它也不会太上火 其实我们这个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只要你按照我这个方法来的话 三分钟就能亲自的掌握 而且做出来绝对比大饭店里面做的还要香 像饭店里面这样做一块的话至少要58块钱 自己在家做的成本也不到15块 做出来绝对比肯德基卖的老做的还要好吃 肉嫩酥香 外焦里嫩特别的美味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就书餐起来试一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